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当我趴在这个治疗台上 被这个物理治疗师在拍谈的时候 我脸冲着外 我看着门外头对接 那会儿写这个宠物的电 在注意着 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各位 现在很多老朋友 老人家都养个宠物 有时候牵着走 有时候他自己走 有的时候抱在怀里 不管是猫 不管是狗 都是这样子 很好 有个伴儿嘛 没事什么 但是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是什么 我站在宠物的立场来想 任何东西都有感情 人有感情 我爱他 我喜欢他 当有一天自己不行了 离开这世界的时候 这个宠物他也难过呀 我记得好像从前我看过一部电影 李察基尔了 谈到一个狗 他跟那狗之间的关系 最后这个李察基尔 突然的演的那个角色 那个教授 就在那个教室里头 就临时心脏病发 死掉了 那个狗每天站在火车站那 等着这主人 各位啊 人都可能有离开的一天 你养宠物 我绝不反对 但是你记住一件事情 你也要给宠物一个交代 老早提前讲好了 你看看 哪一个人适合 他继续的继承你的感情来养 早点交代好了 早点培养感情 大家都好 人老了以后 要有很多的想法 是为了免得将来有麻烦 免得将来给人家带来了 情绪上的不安 朋友啊 宠物是如此 你的钱财也是如此 你个人的人际关系也是如此 如果你带着恨 离开了这个世界 你不快乐 如果你带着满足与爱 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 感谢主 上帝的救恩就临在你的身上 亲爱的朋友 记住了 相信耶稣爱我们 因为他的爱 我们有了盼望 上帝赐福你 我给你过来 付出品配 一样就会 你给你带来 我给你带来